这里就是增城的仙村出口 今天我们又来到中国的荔枝之乡增城 我们有一个双熟点心师傅在增城做 他邀请我们一班朋友过来增城玩 通常我们将有双熟朋友在当地 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地下党 地下党毕竟在那里工作生活 肯定就对当地的饮食了解得比我们清楚 有地下党招待就可以吃到很多地道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过来朋友在这里工作的近延迁酒家 听闻近延迁酒家在增城也少有名气 这里就是近延迁的门口 门口的牌柄看起来很有书香气 走进去看看 范州密斯 听虫品名 中间那幅画就是一棵虫树 走进去增城看看 进去增城看起来 就觉得这里桌与桌之间的空间感感非常大 他们的傢俬选择都挺有心思 躺探出截竹 椅子择椅子 椅子择椅子择椅子 座椅子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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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 这里还挂着几幅画作 在近年圈里字画随处可见 二楼房全部订满 走在走廊可以见到很多幅字画 自当高院 普理茶也挂在墙上 什么阳影什么 前后两个字不懂看 房间里空间也很大 这里还有一幅鸡画作 挂着的这些茶粥有十五六年 看下这瓶酒如何 叫做品味 道数不是特别高 只有38度 其实喝白酒 道数高一点的反而更好喝 还有一支人头马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我们的地下党专门煮给我们的一大煲汤 野生灵芝煮土鸡 野生灵芝和种植灵芝 功效相差非常大 凉拌牛鸡 大杂蟹 每一只都在三两左右 清蒸瘦身挽鱼 这一碟是汤料 里面有粉葛灵芝鸡肉猪骨 白切鸡汤 有几个菜品是一式两份 白卓沙虾 生炒增成池菜芝 油盐蒸钓水挽鱼 今天这两条鱼的质量真的没得谈 盐水浸增成池菜芝 现在池菜芝开始有了 很好吃 胡椒干炒花肉 胡椒干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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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切鸡 八切鸡 这一只鸡鸡338元 一只鸡338元 八切鸡 鸡蛋 这一只鸡蛋 一只鸡蛋 配鸡蛋 一只鸡蛋 肚肉 很漂亮的鸡, 多吃幾塊 煙包的土豬肉韭菜餃 絕對夠新鮮 今天的這兩條鰻魚, 油鹽蒸和清蒸都非常好吃 只要原材料好, 如何做都好吃 蝦雖然不大隻, 但很鮮甜 剛剛包的韭菜土豬肉餃 地下島, 在近延居做點心師傅 這些魚肉質, 一事難忘 大閘蟹雖然不大隻, 但大隻也爆高 韭菜胡椒浸豬紅 點心師傅精心炮製 師傅說湯料中, 還特意加了很多隻鮮雞腳 手打牛肉丸 師傅今天自己打 鮮蝦燒賣 這隻干精, 又是師傅自己打的 超級大粒 一粒頂廣州其他茶樓的燒賣 兩粒大 牛肉丸, 有些削蘑菇, 鹽西不夠 說真的,現在很難吃得回裡面加檸檬葉的牛肉丸 用快活果浸泡的酒,狀陽補腎 今天這頓飯是地下黨請的 吃完飯,我們就去入住酒店 又是朋友介紹的四星級酒店 一間房一晚才320元 還要包早餐 酒店依山磅水,環境真的不能彈 名字叫做百花度假酒店 看看酒店大堂 最近不知道做什麼,有很多人結婚 每天都有人在這裡結婚 看看酒店外的環境 這些順天然的環境真是漂亮 看清楚一點,水面上還飛著很多隻白鹿 放下東西,就和朋友一起逛逛附近的環境 順著湖邊慢慢走 空氣真是很清新 看見右邊的這些樓,很多都在這裡出售 說真的,來度假一兩天就可以 如果長期住這裡,又真的不太方便 大家如果到時有興趣來增城玩的話 都可以在近延居吃飯 在百花度假酒店住一晚 地下黨的推薦絕對沒錯 下一個視頻繼續說 看看地下黨有什麼其他好推薦 記得關注我吧